檢查的時間創下史上最短 檢查的過程也是史上最多囉唆 簡單講就是四個字 講到這裡我都快要笑出來了 我講得這麼的嚴肅 因為我們的大法官照理說應該是這樣 反而暴露出人性最低劣的一面 擁有了權力之後最難權的一面 權力的墮落竟然如此快速 為所欲為任性而為 就像大小姐一樣 完全字意譜為 提名的人選充滿爭議 這次大法官的任命 將會是中華民國憲法史上 一個重大的污點 大家都知道 這就是一個非常廉價 而且便宜行事的過場而已 那麼這一次審查的時間創下史上最短 審查的過程也是史上最多囉唆 對於一個守護中華民國憲法 在司法界最崇高位置的大法官提名過程 審查過程可以說是完全不對稱 這樣一個不對稱的審查過程 除了大幅的削弱了大法官他本身就任的正當性跟威望之外 更讓整個的社會對於這些大法官 不但無法審查過程 而且事實上是在充滿爭議聲中 似乎是躲躲藏藏 希望越低調越好 越簡單越好 趕快 胡倫吞藻的過關 這是第一個最大的遺憾 這個程序 就暴露出事實上提名這些大法官 連蔡總統都沒有信心 所以他本身人選的爭議 不符憲法的高度 背離民眾的期待 所以今天不管是來到現場出席的專家學者 或者是我們這些所謂的審查小組的委員 簡單講就是四個字 叫做狗廢火車 告背火車 現在火車已經 明天知道後來就要告詞嗎 遼備一格 真的是非常可悲 第二 今天在公聽會裡頭 當然還是必須去面對跟檢討 何至於此呢 為什麼一個我剛剛說的 備受尊從 應該要有中華民國憲法高度的大法官 在審查提名就任的過程當中 不但沒有贏得社會的認同跟掌聲 或者是因為他們過去 在司法不管是實務界 理論界 卓越的貢獻跟堅持 因為他們特殊 從高的品德操守風古 講到這裡我都快要笑出來了 我講的這麼嚴肅 焦髮不要笑 我講的這麼的嚴肅 因為我們的大法官照理說應該是這樣 但是為什麼到今天 我們只能夠勉勉強強的來做這樣一個審查 好 追根救援是不是因為我們的制度出了問題 我們還是要來看 中華民國憲法的規定乃至於司法院組織法的相關資格的一個規定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當時因為修憲的關係 所以呢我們事實上是把大法官的提名還有就任的這些呃 民憲任期都做了重大的修改 那麼關注世界各國的立法力其實各有各的理由 但在今天他卻出現了一個不可避免的現象 就是很有可能在一任的總統他如果連任擔任八年的話 出現了今天的狀況就是所有的大法官都是同一個總統的提名 那遇到這樣的一個情形會有什麼樣的狀況呢 照理說如果這個總統他能夠秉持憲法的高度 看到守衛中守護中華民國憲法的這樣子的一個深度跟遠度 而不是一己之私或者是把大法官當作是廉價的政治仇雍 事實上在過去可能在修法的時刻 本人也有參加大家都料想不到一個身負全民眾望期待的總統 事實上在提名大法官的時候完全罔顧憲法的高度 約束自己總統的權利而為全民跟為這部憲法來臨選最適合的人選 反而暴露出人性最低劣的一面擁有了權力之後最濫權的一面 我不知道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就有當權者做出最壞的示範對中華民國司法史是好還是壞 壞就是說我們真的沒有想到權力的墮落竟然如此快速 好是說這麼快就出現了重大的問題 我們可以來思考這個制度真的不能夠相信人性啊 也不能夠相信經過兩次民意洗禮的總統他就會有自我的節制他就會有歷史的高度錯 那麼再加上我們的提名機制經過國會的審查 所謂經過國會的審查 只要半數通過即可 所以 這也是一個未來可能會不斷出現的現象 就是一個通過半數民意考驗的總統 再加上同黨在國會裡頭 若半的多數就可以為所欲為 忘記了自己的身份 忘記了憲法的高度 忘記了歷史的責任 任性 而為 就像大小姐一樣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 看到這樣的一個現象 很多人開始去檢討跟審慎審視我們的憲法 但問題是 修憲何其困難 那麼接下來再看到法律的層面 我剛提到的 就是司法院組織法裡頭 四個資格的審查 這個我認為就是非改不可 為什麼有第四項規定 給了一個這麼大的一個空間 可以讓政治人物進行酬庸 事實上這也不是因為這一次才出現了相關的檢討 當時 過去這些年來 法界一直不斷的有類似檢討的一個聲音 那麼這一次呢 我們看到 四個人選裡頭最具爭議的尤博祥 他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規定 所以讓他可以出現 否則很多人都在問 憑什麼 那麼 就是司法院組織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則的規定說 只要有研究法學 富有政治經驗 生育著著 擺明了 就是給你政治酬庸 那麼 政治酬庸 姿勢也好看得難看啦 用這麼難看的姿勢 當然 對民進黨本身 我認為是一個嚴重的 自殘 自我打擊 但問題是說 今天 在第二關審查的立法委員 真的有辦法 對抗 黨部 跟黨來這裡 所謂的黨紀的壓力嗎 還是大家都會乖乖的 做橡皮圖章 黨邊一揮 執政黨 票票入袋 而沒有辦法 真的展現一定的自主性 進行審查 為什麼會這麼講 因為即便是政治正確 這一次在綠營當中 也是出現很多的雜音 畢竟第一個出來指控 這位被提名人的人 就是法界的法官 就是法界的檢察官 如果連法界這個圈子 都對他滿滿的問號 充滿了質疑 那麼 未來他又如何 能夠取信於民呢 所以連民進黨內部 都是有雜音 但雜音歸雜音啊 就像我剛說的 我們的國會 真的能夠把民意 做為最主要的指導標準嗎 從過去 起碼我在立法院的三年 從來沒有看過這件事情發生 所以在這種情形底下 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是憲法的規定 司法院主持法的規定 都給當權者 可以由此漏洞 可以讓他在濫權 在不當的使用他最高的權力的時候 可以朝最壞的方向去操作 那麼在審查提名的過程當中 很明顯的進行了政治酬庸 那麼這些人 他的專業 他的品格 他的操守 沒有辦法讓法界 更沒有辦法讓社會 予以認同跟支持 未來在這八年之內 所有的憲法的解釋案 恐怕都是 已經先有了立場 先設計才化吧 這是中華民國憲法 未來要面臨的悲慘命運 所以今天的審查 我們希望能夠留下歷史的紀錄 因為制度的漏洞 人為不當的操作 自己的濫權 面對人民賦予權力 完全自意不為 提名的人選充滿中意 在這樣的一個情形底下 這一次大法官的任命 將會是中華民國憲法史上 一個重大的污點 希望台灣未來 有足夠的民主的力量 不讓這樣子的憾事 重複發生 謝謝